大将儿 都这份上了 就别硬扛着了 说吧 农会会费躺哪儿了 就放在农会办事处 你们不是已经查封了吗 朕不老实 我们的人 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什么都没有 那得问问你们自己的人 那好 咱不说灰飞 当时是你掩护彭派逃跑的吧 告诉我 他现在藏哪儿了 这我哪能知道 推长在他自己身上 彭派一直利用你们造反 你知道吗 本县曾三令武申一再警告 你们竟然不知悔悟 还一个劲跟着他犯上作乱 难道你们就真的不怕死吗 这你错了 不是彭派在利用我们 而是我们农民在利用彭派 彭派所做的一切事情 没有一件是为他自己利益的 倒是他 一直在牺牲自己的利益 为我们农民谋福利 你还敢包庇他 这是事实 就算你把我农回二十万会员问个遍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么说的 至于说彭派造反 我承认 但是你王县长造的反 比彭派更厉害 你说什么 彭派造反 那是在帮穷人就穷人 而你们这些地主官僚们 无视着兄年大灾 仍一味地剥削和压迫农民 你们良心何在 天理何在呀 你们才是大造其反 狡辩 狡辩 你跟我说说 你们农会 还胆敢提倡什么 共产共妻 这些总是事实吧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我们提倡共产 那是社会人人平等 财富共享 至于共妻 是有 但不是我们 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发财的 云天宴买农买窃 嫖娼素季 这就是你们的共妻 我们农会迟早会把你们打倒的 好 好 我叫你嘴硬 来 给我上井 打 狠狠地打 那后来呢 只可惜兵败了 我们的部队被陈炯明的部队打散了 洪锤兄逃回了家乡 贫盗隐居于此 顿迹盗门 这一晃七八年了 因贫盗的俗名叫吕承善 自己后来胡乱改了一个盗号 哎 惭愧啊 真没想到 盗长和洪锤兄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一直没听他提起过 既然盗长和洪锤兄是固有 又一起讨伐过陈炯明 那么我们之间也应该成为同志了 盗长的救命之恩受小弟一半 你身上有伤 躺下 休息 同志 这个称呼我还从未听说过 吕道长 在下受伤之急浑浑噩噩 辨不清方向 只知道一味地往前走 我不知道 这个地方离海峰有多远 说远也不远 说近也不近 山里很清静 一般没什么人来 你可以在这里静养一段时间 不行啊 农会受到了袭击 同志们的伤亡非常的惨重 还有很多人被抓起来了 我必须要找到他们 是 澎湃同志 翻款信 天岩塌不下来 这样吧 告诉我 他们在哪里 我去帮你找 我也不知道 那这样吧 我去一下海峰城 打探一下情况 或许还能打听出一些 有用的消息 怎么敢劳烦道长 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我不都已经成为同志了吗 再说 海峰城千年不遇的大灾 生灵涂胎 民不了生 贫道在山中待得太久了 也该下山去看一看了 这伤成了这个样子 这谁造的孽 没事儿娘 就一点皮外伤 就知道还皮外伤呢 这胳膊都快保不住了 儿子 这次你一定要听话 好好地给我养伤 伤筋动骨得一百天呢 我知道了娘 您别说了 你想吃什么跟娘说 娘去给你坐 好 您快去坐去吧 好 你好好在这儿养着 不许动 好 好 娘走了 走 混蛋 废物 老爷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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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的时候 我是怎么嘱咐你的 我让你看好了少爷 看好了少爷 你是白痴 我都白养活你们了 小的该死 行了 我问你 那彭天蛇是怎么跑的 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 我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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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他 下去吧 孩子 你怎么出来了 快坐 快坐 你看你 这次多悬 你怎么会被人哪 差点胳膊就废了 爹 爹 别啰嗦了 这不是没事的吗 行 下次我一定小心 没有下次了 下次再看见彭天蛇 那就一枪打死他 行行行 我一枪打死他 光打死还不行 要斩草除根 不能留后患 你一旦留了后患 他将来卷土重来 你后悔都来不及 行了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陈会长 你怎么来了 这不陈会长受伤了吗 特地来看看他 王县长 就受了点皮外伤 还有劳您亲自跑一趟 真是感谢 应该的 王县长 你怎么知道 农会那边怎么样了 抓来那些农会骨干挨个闪了一遍 都是些硬骨头 死不认罪 动刑啊 动大刑 打到他们招了为止 越打罪越硬 有几个快不行了 我怕再用大刑 就要出人命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农会是铁板一块吗 爹 王县长 这次都怪我 没能把澎湃亲自抓回来 你已经尽力了 这个 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有他的家人在 他早晚得回来 以后再碰上澎湃 快 得多留点神 可别再吃眼前亏了 多谢王县长的关系 我记下了 将军府六老爷 请咱们去吃酒宴 你看这个 王县长 我有伤在神 确实不方便 这样吧 有了我爹 替我代劳一下 真凶能去 那更好啊 这边都是 你听说了吗 农会被偷袭了 血流成河 太惨了 都是说不是呢 这农会为农民争取点利益 造什么法 就是 真是造物 农会不是被查封了吗 通缉令上这些事 是怎么回事 都是农会的骨干 听说是当场趁乱逃脱了 可千万对被抓住 什么呀 我听说是被秘密处决了 贴个告示 是迷惑咱们大家伙呢 钟市长 平定海风的匪乱 我看钟市长是鞠躬至尾 是 来 老朽替我侄儿炯明 先敬你一杯 柳叔太抬举完备了 这是大家的功劳 那大家干一杯 来 钟市长 前方战士吃紧吗 还好吧 柳叔请放心 我的侄儿也不容易啊 有你辅佐在他的左右 老朽 谢谢了 柳叔客气 晚辈定当尽力辅佐总座 只是 只是什么 说来惭愧啊 我这个市长也是穷叫花子 赶大吉 要钱没钱 叫人没人哪 这 这 此话怎讲啊 说是一个市 满打满算 也就是百事好人 这次平角农会 弟兄们都出力不少 又有不少死伤啊 我这个市长也是捉襟见肘 也没有什么犒劳大家 心中有愧啊 这 钟市长 怎么不早说呀 钟市长这次是为我卖命 堪肥有功啊 是我们海丰 世身百姓的大恩人 是吧 军饷的事必须解决 这不 在座的县长 局长 会长都在 给老朽个面子 出点主意 想想办法 六叔 您放心 钟市长为海丰拼命卖力 您就是不说话 我们也会尽心的去感谢钟市长 钟某就在这里先谢谢六叔 跟诸位了 黄医长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大伙说吗 这次剿灭农会 黄医长也是立了大功的 说两句吧 也没什么 就是有人说前一阵子农会为了救灾 好像把大部分的会费都赚到了农民医药房了 真的 剥了多少 这个数 五千 五万 你很想让人 你不是说的 你不想要出现 这些事 他会农会 他会出现 你不想要出现 你不想要出现 我会出现 来 你不想要出现 让我不要去搞吕楚雄 要不然我早带人去查了 这个时候了 还有人敢替农会说话 那他跟吕楚雄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呢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他和陈老总 交情深圳的 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吧 跟总座有交情 你们说的这个马先生 到底是谁啊 我们海丰县的开明绅士 陈老总的旧友 马玉航 谁 马玉航 中市长莫非认识 岂止认识啊 那可是顾命的兄弟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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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凭什么抓我 这哪人呢 但我听好了 是岳军第二师军需委员冯碧桓 特来抓捕造反农民骨干 吕楚雄 查封农民药房 现在人等不得靠近阻挠 否则与案犯同罪 你们这是诬陷 我造什么法了 你们有什么权利逮捕我 抓你是县长的口运 根据县议员黄秦轩的作证 农会会费就藏在你这医药馆 要是实相的话 就一个字不落地交出来 否则我就就地正法了你 这分明是造谣 诬陷 你把黄秦轩叫来 我和他当面对质 对质 对什么质 我问你 你交还是不交 我根本没有 你让我交什么 这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信不信我现在就呛手 我去找 哪家的野犬没拴住 跑到大街上来撒野了 你是什么人 本人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海丰马玉航 马先生 失礼 马先生 什么风瓣您给吹来了 马先生 我们师座刚刚还说要找您喝酒去呢 怎么 你没看见他 找我喝酒 你们师长是何方神圣啊 你让我好找啊 不是 景堂兄 怎么是你啊 赶紧放神哪 马先生 实在对不说 是 瞧这事闹的啊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马先生 你说句公道话 他们也不知从哪听到的谣传 说我这里存了五万大洋的农会会费 哦 景堂兄啊 我看这里边想必有误会啊 能否听我一言呢 好 这位先生 你的药抓好了 一包治外伤的 一包是补身体的 谢谢 李老板 您没事吧 没事 谢谢关心 我在乡下就听说了 农民药房是为农民谋福利的 老板叫吕楚雄 听说是为神医 今日见您呢 林微不拒 拒理力争 十分钦佩 惭愧啊 你这是家里有人受伤了 看这药量伤得还不轻啊 天有不错风云啊 人有旦夕祸福 李老板 我刚从城外来 多两句嘴您别介意 你请说 我刚进城的时候 看见城墙上贴着通缉令啊 有人说农会那些骨干跑了 也有的说 其实是已经被杀害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开门做生意 就渡个安生 有些事啊 还是少打听得好 可是 农民医药房是农会办的 您就不怕他们再来找茬 这位先生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抓药的 抓药的 吕老板 告辞 吕道长 现在海丰的情况怎么样 农会被查封了 县城也戒严了 近处盘查非常严格 县署还发布了通缉令 悬上击打你和李劳公 洪锤 彭汉原 于创之等十几位同志 有十几位同志都逃出来了 是啊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做 我必须要赶回海丰 想方设法把外面的同志 重新召集起来 再设法营救牢里的同志 农民药房我去过了 那里好像没什么动静 老板吕楚雄照常开门坐枕 是吗 澎派同志 海丰的情况我不是了解 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 应该不会 楚雄同志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我相信这里面另有文章 他的确是很警觉 兵显对我存有戒心 我只问了几句 答非所问 所以没问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这很正常 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你也不是农会的人 所以他不会轻易地相信你 难不成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我得回去 我相信他们也在找我 可是你是被通缉的首要目标啊 凡是你出没的地方 很有可能都会被监视 你这一去的话 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不过还需要道长 助我一臂之力 这么晚了谁啊 我记得你 吕医生 麻烦你了 家里孩子得了疾病 请您出诊一趟 是这样 那先请进来吧 我准备一下 李老板 我们又见面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懂我们农会的首饰 方宽欣 我是自己人 应该叫做同志 同志 同志 快带我进礼屋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你好 李文全同志 楚雄 你快看谁来了 太凶 吕兄 你让我找得好苦 你让我找得好苦 没事就好 你是怎么进来的 多亏了吕道长 他在前门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 我才有机会从后门偷偷溜进来 吕老板 这回你能相信我了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吕承善吕道长 我这次受伤去了大涨山 多亏有他的帮助 你们俩还是本家呢 道长 以后叫同志吧 承善同志 对不起 我之前误会你了 我还以为 怎么了 还以为我是坏人派来的探子 对了 吕兄 你三哥彭汉原同志 之前来过一次 是吗 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说 看清了吗 看清楚了 一个带斗里的 从前门进去了 脸看清了吗 没看清 天太黑了 八成是澎湃 我们走 太无耻了 奴会哪儿来那么多钱 吕兄 连累你了 都是自家兄弟 损失点钱没什么 我就是担心 牢里的同志们 听说都被用了刑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是必迟 你赶紧带我去见见劳工 还有汉原他们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主动出击 别急 军警啊 现在已经排出巡逻队 在城外四处巡逻 我感觉 哪里都不安全 你们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让同志们转移 就去大正山小安寺吧 我在那儿住了一天一夜 那个地方四周全是山 而且周围的村民 都很热心浓会 住在那儿既隐蔽又安全 是 派兄 外面盯哨的人还没有车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找上门 要不然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这样比较保险点 站住 你们什么人 什么人 陈家的人 把你脸上的黑布给我摘了 他是病人 你们想干什么 病人 正好 我看看你生了什么病 别动 他全家都有传染病 是请我来出诊的 你当我傻子呢 你 把他脸上的布给我摘了 我 他要麻疯病 他要麻疯病 没事吧 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去去去 去 去去吧 谁 渔棺兄弟 是我 吕布长 同志们呢 都在里面呢 跟我来 好 走 好 兄弟们 咱们这样东躲西藏的 也不是办法 要我说啊 不如向线署投降算了 他们正想着 把咱们翼王打尽呢 你倒好 还想着自投罗王 好歹有一条火路啊 你看看 同志们 都这么一天一夜了 不累死啊 也得咳死饿死 住口 我原们 你们看 谁来了 哈元兄 老公兄 楚兄兄 终于见到大家了 同志们 好消息啊 派兄回来了 是吗 他在哪儿 大家都别着急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上山再说吧 好 我帮你去聚光 不负贬 你去乱去 找敌人 恶不坏 我们就要联邀死了 我也是 我还不再联邀死了 今天才是在我联邀死了 让大队的农民起来反攻 冲进县城 痛痛快快地杀他一场之后 再做道理 同意 我也同意 组织暴动反攻 这也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呼声 这笔宣传如果不报 我这辈子都不安心 我也同意 杀了这帮地主 猴山 解狱 救出杨岐山 黄凤林他们 对 对 我们要监狱 都别激动 解狱 子弟 别激动 我说两句 我承认 杀他们是很痛快 但是杀过之后 他们必杀农民 他们有什么 枪 炮 而我们呢 只有尖串镰刀跟长矛 这样下去 一定会演变成另外一场屠杀 大家想想 这样可行吗 说得是啊 如果奴会不再办下去 孤注一致 痛痛快快地杀他一场也无妨 但如果还想继续下去 则不能不计后果 可现在除了暴动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依我之间 倒是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去老龙找陈九明 我明白我三哥 汉原同志的用意了 虽然说默许不代表支持 陈九明固然忌惮奴奴 但是也绝不敢明目张胆地 公开镇压 他现在正在和中山县上交战 挖空心思地想反攻广东 重拦大权 势必会拉拢各方面的势力 我们农会的规模 我相信他是早有耳闻的 他就是再糊涂 他也不会不顾及 广大农民的力量 可是见了他之后说什么呀 我建议提出四个条件 一 及时释放被捕农友 第二 按照农会之决议实行减租 第三 恢复农会 第四 承办粮业为止会 王贵星等恶当 你说的这几个条件 一条比一条难办 陈九明会答应吗 能办到前两条 我觉得已经算是胜利了 第三条嘛 恢复农会 我觉得咱们可以先秘密地做 不必大张气候 至于第四条嘛 固然是明知他不会答应 我们也不妨一并提出来 如果前两条他都做不到 那就等于给我们借口了 我们也只能暴动 娘 吃饭了 怎么了 是不是没胃口啊 素萍啊 汉玉在外面闹革命 救农友 咱们在家 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 帮助他们 进来吧 走着点 走着点 快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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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快点 快点 太兄 我们一过只有十元钱 看来我们得勒紧裤腰带了 我这儿还有块怀表呢 我们在家 洋货 这一路上也能顶几顿饭 这沿途上有好多村子都是支持咱们农会的 大不了咱们就一起讨饭到老龙 好 都尽 顶呀,咚咚咚咚 田崽骂田工 田崽耕田耕道死 田工在家吃白米 耕田反道饿 懒汉反道饱 不是命不好 是你不知道 农夫 农夫 醒来吧 农夫 别做傻 地是天做 天还地功 你无分 我无分 农民耕田都吃饱 不劳动者不得食 不得食 彭牌老弟 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 我看这样 先放人 然后再谈减租的事情 后面两条呢 至于后面两条 还需从长计议 给我一些时间 报告 进来 总统 农舍 你来得正好 跟彭牌老弟很长时间没见了吧 怎么样 都好吧 一言难尽吧 我有所了解 你在老龙多待几天 就住我那儿 再慢慢说 农舍 有事吗 报告总统 还有封的马玉衡和彭牌原两封电报 彭牌老弟 我给你打个赌 这两封电报一定跟你有关 是 是 总座见 前天亮达 彭牌兄做事有毅力 后背中甚有希望 围到尖刀铁串 未免忽略 以帝一见 不如送腾兄留额 一日必能为五等之助 至于农会时宜 火而出职 帝还有行口 马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 他一封信 直接把我送到斯大林的地盘了 我就知道他不会答应 农舍 演第二封电报 是 陈总司令见 农会被摧残后 王贵卿下乡四处骚扰 破招农会证 每张罚款数员 又查封农民药局 解散农效等强行 两夜维持会下乡破族 群情激愤 若不设法制止 必将激活成变 成非丧子之福也 陈总司令 现在矛盾越来越激化 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还希望您早下决断 弄声啊 来 念给彭派听听 是 海丰王县长蓝 电报熟悉 几年农民要求减租 事属正常 业主要求分割 必令农民损失过重 农民提出三成交纳 也不能一律如此 应组织农租工会 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 查被捕至二十余人 非聚众扰乱治安 应急省市 以免地方受害 并含之 是 两夜为之会 为药 澎湃老弟 电文这样写可以吗 那就按左司令的意思吧 只不过 能不能在最后一句 加上三个字 点为 并含之奴会 及两夜为之会 之兆办理 农生 就按澎湃老弟的意思改 发电 是 是 记得来找我 澎湃老弟 你让我做的事情 我替你办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也应该给我个面子 陈总司令您言重了 他日我将重返广州 很多位置虚习以待 只要你想来 位置由你挑 海丰之事 总司令不是替小弟办的 是在替几十万的农民 即使我往来奔波斗胆禁言 已经是在替总司令效力 只看您支持不支持了 农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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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秘书光临寒舍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农民万岁 你少来 我能找到你人就不错了 你拉倒吧 你陪陈总司令回来奔丧好几天了 我一直想找你 你没时间接见我 少拿话挤对我 那些农友都放了吧 放了 放了 我正打算好好谢谢你 谢我干嘛 你自己的努力 来 坐着说 你一会儿别走 留下来吃个饭 我已经让肃平准备去了 正好我可以把这些兄弟介绍给你认识 我打算近期就把农会给恢复了 你这个李大秘书在 正好可以给我出出主意知之招 我今天找你来是有公务 公务 什么公务 今天登门是受总座指托 你知道他求贤若渴 对你呢尤为欣赏 现在正是岳军用人之计 他迫切希望你能加入我们 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不会去的 理由嘛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可是 韩云 你还想回复农会吗 什么意思啊 我要是不答应 就不让回复农会 总座说了 这是条件 无耻 他这也是用心良苦 什么用心良苦 这是招安制式要挟 他以为他这么做 我就一定会答应吗 这只是一方面 如果你不答应 恐怕你以后 连海风都待不了了 韩云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个陈炯明 太过分了 强扭的瓜不甜 这道理他不懂吗 他当然知道 那他还这么做 陈炯明 现在江河日下 他打算呢 收拾河山 想重振旗鼓 想通过控制我 来控制农会 如果我要是不接受的话 反而会成为他的心头大患 那该怎么办 我最近一直在反思 农民运动 为什么会一直处于低仇 哥哥你不过大腿呗 我说的不对啊 有道理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陈朝宗 还有王贵卿他们 有陈炯明作为后盾 有组织有武装 谁啊 这么晚了 我去看看 请问你们找谁啊 彭先生 抱歉 这么晚打扰您 我们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 特意来拜访您 您二位是 彭先生 我姓张 他姓李 我们是奉谭平山先生之名 来拜访您 彭先生 这海峰到处都是陈九龙的人 能否借一步说话 快请进 这有两封信 一封是谭平山先生的 一封是林博区部长写的 您看一下 什么 打算邀请我 去当中央农民部秘书 是 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一大 党决定进行全面的开组 实行国共合作 党组织决定 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 参与国民党的工作 塔明山先生 任命为国民党组织部部长 林博曲先生 任命为农民部部长 毛泽东先生 任命为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这个消息呢 我在香港的时候听说了 孙先生准备推出 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 革命形势变化得这么快 请放心 我坚决执行 和支持党的决定 您可能不知道 石廖仲凯先生 和林博曲部长 林明居见您 您在海陆丰的农运世界 在国共两党之间 已经引起了重视 有时之人 开始认识到 农民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现在正等着你去大干一场 我觉得现在正是好时候 虽然说现在农民运动 正处于低潮期 但是 想组织农会的人 反而越来越多 我刚刚去了趟潮山 帮那儿把农会给组织起来了 可是还有紫禁 武华 丰顺 就是太缺统治啊 在这个平台就不缺统治了 相信您在海风发起的 农允星星之火 很快就能疗运到全省 乃至全国 好 谢谢组织的信任 劳烦二外回去之后 转告谭部长和林部长 我在这儿稍作安排一下 即刻去广州开展工作 杜宝仲 我们不亦在此久聊 先告辞 我送你们 来 请 告辞 告辞 什么时候出发 你什么时候出发去广州 不是我 是我们俩一起去 我也去 我打算去广州开展工作 你舍得下这里的农友 去广州当官 不是当官 是工作 再说我去 也是为了更多的农友 广州的官也在乎农友 林伯曲同志说得对 国共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党派 可当下他们的诉求和利益是一致的 再说农民运动也需要党派的支持 更需要党派之间的合作 只有这样 才能够将影响扩大至全国 胳膊不怕拧不过大腿了 是这个意思吧 这就好了 我们可以和彭派同志一起工作 谢谢 谢谢 出来了 派兄 派兄 过来吧 一路辛苦 派兄 终于把你等来了 肖仙同志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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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